苦经是个政治家,而且是当下全球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俄罗斯以现在的国力能有这样的影响力,苦经的个人政治勇气和魄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俄乌战争打了整整七个月,俄军的表现并不算出色,尤其是最近俄军遭到了乌军的强烈反击,在哈尔科夫甚至丢掉了数千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域 虽然这些丢掉的控制区域是俄罗斯主动撤出的,但毕竟也是在乌军的局部压力下丢了控制区 记得当时俄军撤离的时候,我专门做过分析,俄军的撤离并非真的败了,而是有自己的明确目的 果不其然,俄军在从哈尔科夫撤回顿巴斯地区后,很快用轰炸对乌军进行了反击,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很难再向前进攻 而在南部的赫尔松地区,乌军最早从这里发起进攻,但最终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 俄罗斯在稳住局面后,立刻宣布,支持卢顿赫扎四个地区攻投加入俄罗斯,并且是在短时间内立刻攻投加入 为了这四个地区攻投加入俄罗斯后的安全,苦惊不惜公开宣布,用一切手段保卫俄罗斯领土 这一宣布,当然是包括核武器的,当然也是包括最新攻投加入俄罗斯的地区 有了普京的这一宣布,这意味着相关攻投加入俄罗斯的区域,将彻底被俄罗斯兼并,乌克兰不再有可能拿回来了 就像克里米亚一样,俄罗斯也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承认 其实美西方完全没想到,普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这么坚决的选择,甚至不惜再强调会动用核武器 其实普京的这一宣布也是对日前拜登的回应,拜登一再警告俄罗斯不要使用战术核武器 但普京的回应是一切手段,其实不止战术核武器,甚至包括拟战略核武器 对于俄罗斯的强势推进,四个地区攻投加入俄罗斯,美西方只能干瞪眼,毫无办法 这一招不但让美西方灰头土脸,也让泽连斯基的这次所谓的大反攻,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俄罗斯的系列操作,绝不只要支持四个州攻投加入俄罗斯,还包括局部军事动员 俄罗斯要征召30万合同兵,征召30万合同兵,只要有20万投向乌克兰 在乌克兰的俄军就将达到30万以上,再加上顿巴斯地区的地方武装,一共将达到50多万人 这个规模将是乌军的至少两倍 试想,按照这样的格局,俄军只要积极推动彻底解放顿巴斯地区,然后暂时守住即可 接下来把新投入的兵力,大部分放在乌克兰南部地区的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 那么这两个州怎么可能顶住海陆空的攻击 尤其是陆军20多万兵力,再配合海空军,这两个地区很难抵挡得住 所以未来几个月到半年,俄罗斯的目标就是控制这两个州 一旦这两个州被俄军拿下,乌克兰的出海口将彻底被俄罗斯控制 某种程度上说,只要做到这种程度,其实俄罗斯已经赚大了 因为乌克兰的工业区,产粮区最好的部分就被俄罗斯控制了 那么接下来如果俄军再把北部的哈尔科夫和紧挨着东部的一些地区作为攻击重点 乌军能防得住吗?恐怕也悬 俄罗斯的目标是切走乌克兰三分之一领土 即把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都纳入到俄罗斯的版图 那么当俄军拿下了整个东部和南部地区后 接着继续向西推进的时候,乌军一旦挡不住 就可能出现催库拉朽的局面 一旦形成那种情况,只要泽连斯基领导的乌克兰 还能坚持与俄军作战 那么美西方应该还是会大力支持 以进一步拖慢俄军的进攻 至于俄军,如果向西推进再次受阻 普京很可能再次发起局部军事动员 并再征召30万合同兵 一旦俄罗斯投入到乌克兰的部队高达50万以上 再加上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的20多万军队 这意味着俄罗斯投入的部队将会高达70多万 这么庞大的军队还不能拿下乌克兰吗 所以在我看来,真到那个时候 美西方就会考虑瓜分并抛弃乌克兰了 从现在的情况看 普京一则做好了战争长期化打持久战的准备 二则做好了进一步扩大战争投入的准备 很多人觉得俄罗斯经济支撑不住 那是个伪命题,不存在的 对于俄罗斯经济,不能静态地看 而是要动态地看 俄乌战争爆发了七个月 美西方制裁那么狠 俄罗斯经济上受损其实非常小 而俄罗斯却获得了四个州的领土和850万人口 这四个州所创造的GDP 未来补充回来的收益远大于俄罗斯的损失 与此同时大家应该注意 俄罗斯仅仅是能源上对欧洲有依赖 其他方面对美西方依赖并不强 那么当俄罗斯的能源 有中国等国家购买的情况下 当俄罗斯还有上和金砖国家依靠的时候 当中国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愿意支持俄罗斯的核心利益 并在经济上不断扩大合作的情况下 俄罗斯的经济又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一直认为 俄罗斯经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苦经要做的就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已 这个过程当然就会有波动 苦经在稳住摊子后 立刻展开了在乌克兰南部的军事行动 在乌军对赫尔松的反攻遭到俄军营投动机后 俄军已经开始在南部展开新的军事行动 俄国防部9月23日发布消息称 俄航空兵导弹兵和炮兵在尼古拉耶夫州 击毁两个乌军旅的临时驻扎点 乌军死伤130多人 对俄来说 下一步的目标一定是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 所以现在俄的进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试探 接下来一旦俄军援兵到了 对乌军的打击必然扩大 以现在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防御 乌军抵两不住 当然乌军也已开始在该地区加强攻势 这表明乌军已准备在该地区与俄军打阵地战 俄乌战争的形势在变化 在俄罗斯进行了局部军事动员后 战场上的天平明显又偏向了俄罗斯 那么美国做好与俄军直接作战的准备了吗 如果没有 那乌克兰接下来将会被撕碎 开战时候 苦经师出有名 是要反击纳粹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三面包抄 北东南为师必缺 战略策划有点熟悉 是孙子兵法 俄军打到7月中旬 乌军失去制空能力 装甲武器被回2000余 马里乌波尔被拔 孙子兵法发挥了作用 到了8月份 两个阶段的特别军事行动打完 乌克兰东南的新纳粹分子消灭一万有余 再肯下去 不如一手郭家一计 哈尔科夫后撤 引出了扎鲁日内毒走 重装主战旅覆灭于赫尔松 于是泽连斯基就要车祸 郭家的一计发挥了作用 俄罗斯的参谋部大致没什么问题 俄军一线指战员的战略战术动作 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俄军的战线止步不前了 问题在哪 问题不在前线 问题在后方 是后方俄罗斯的战士不知道为何而战吗 预备役和退役军人的征兆命令下来后 退伍战士各个讲起了若有战 照必回 是后方俄罗斯的群众不知道为何而战吗 俄罗斯的群众深刻的明白 俄罗斯和乌克兰本是一家统一五百年 乌克兰一代人的记忆重塑不过三十年 他们的心里想的只是拿回故土 那么是后方的什么人不知道为何而战 是后方的寡头 是后方的家族 俄罗斯的政治家族 嘴上都是为了俄罗斯 实际还是为了自己家 俄罗斯的天然气 石油等近亲繁殖成这个样子 家族盘踞后方 寡头压榨国民 那乌克兰自古以来和俄罗斯是一家人 到底和俄军战士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就是没有关系 在发现自己并不是在伸张正义 只是在给别人卖命的时候 俄军就从七月的灵力攻势 变成了八月的出攻不出力 除非保家卫国 否则谁会给别人卖命 莫斯科一手杀着天然气寡头 一手推动了乌东地区入俄 这样一来 内能除奸外变卫国 俄罗斯应该就有较大的把握 激发将士们的斗志了 感谢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